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爱的教育,亚米奇斯,失事的传之 那是几年前,12月的一个早晨,一艘从英国利物谱是向马尔他的大轮船出发了 船上有包括70名船员在内的200多个人,他们几乎都是英国人 三等舱里有一个西西里少年,他独自坐在一堆懒绳上,手里提着一个包 肩上披着一张旧毯子,低着头沉思式的冷眼看着周围的乘客 船只,来往的水手以及汹涌的海水 好像他家中心境遭遇了大不幸,虽然脸庞还是小孩,表情却已像大人了 开船后不久,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水手走了过来 他的后面还跟着一个女孩,他对少年说 玛丽奥,给你找了个好朋友 说完,他就静字走开了,于是,女孩和少年挨着坐在缆绳堆上 少年和女孩面面相去,后来,通过一段简单的交谈 少年知道女孩叫朱丽叶,他要从马尔塔转城再去纳布勒斯 这时,那位老水手跑过来对他们说 你们要多加小心啊,船就要开始颠簸了 风越来越大,船也颠簸得相当厉害 不过,好在他们两个都不晕船,所以也就不那么在意 他们继续聊着,各自述说着自己的身世 少年是个孤儿,他这次是要到巴勒墨去 投奔那里的亲戚 女孩的遭遇也很悲苦 他本来是跟着自己的姑母一起做生意的 可谁知,姑母竟然出了车祸 所以,他也征得了领事馆的同意,要回家乡去 接着,他没有谈论起船上的人来,旁边不知道的人都还以为他们是亲兄妹呢 晚上该休息的时候,女孩给少年道了晚安 少年刚想对女孩也说一句晚安 没想到,一个巨浪涌上来,把他打倒在长椅上 啊,不得了了,你流血了 女孩叫起来,跑到少年的身边 这时,西西里少年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还好,少年没有什么大哀 于是,两个人走下台阶,回到了各自的卧舱 还没等他们睡着,一场风暴就袭来了 一下就把桅杆折断了 挂在轴路上的三只小船和船头上的四头牛 就像树叶一样被冲走了 船上的人们顿时吓呆了 顷刻间,叫喊声、哭声和风声夹杂在一起 恐怖极了 风刮了整整一个晚上 天快亮的时候,风更大了 船上的甲板一下子被掀开来几个粉碎 路边的杂物都被风卷进了海里 这时候,海水也开始汹涌起来 直往船舱里灌 有人开始向船长求救 很显然,船长也无可奈何 他只叹气,没救了 过了一会儿,船长决定放下一只救生船 有五个船员跳了上去 但是,救生船很快就被巨浪打翻了 有两个船员被淹死了 另外三个船员好不容易才抓着绳子爬上了船 见此情景,船员们也失去了求生的信心 两个小时之后,海水已经漫到船面了 此时,风浪稍稍平息了一些 但是,轮船仍在一点一点下沉 只要再过几分钟,就会完全沉没了 这时,船长又下令放下救生艇 有时,三名船员和三名乘客跳了上去 大家一致请求船长过去 但是船长只意不做 不行,我要和我的船共生死 我要留下 但是,汽艇上的人都要求再过去一个人 于是他们大喊 再来一个孩子 听到这喊声 西西里少年和那个女孩推开对方就往外跑 嘴里还不住地喊着 我去,我去 看到这情形 汽艇里的人又开始大叫起来 船已经快满了 小一点的孩子过来 小一点大 船员们忍不住 又一起喊 船要开了 女孩看了看瘦小的西西里少年 眼睛里满是祈求 男孩开始动摇了 于是,他神情泰然地推了推女孩 女孩上了汽艇 又回过头来看了看少年 巴的一声哭了出来 再见,玛利奥 少女朝他伸出双臂 乌咽着说 再见,再见 少年也高高地举起手 说,再见 表情是那样的安然 救生艇在浪风上颠簸 一会儿跃上去 一会儿又落下来 在汹涌的海面上飞快地驶远了 而船上再也没有人叫喊了 水已经淹过了甲板 突然,少年双手合十 仰望天空跪了下去 女孩捂住了脸 等他再抬起头 环视海面时 轮船已经毫无踪影 继续 优优独播剧场 继续 优独播剧场